I HUB 中文部主任 暨好消息电视台奖员 妮扣牧师 10月28日回归天家 享年51岁 她一生为主热情奉献 如同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的种子般 不断传递末世圣灵大浇灌 灵魂大收割的信息 十月十五日 亲友与属灵家人 齐聚在台北灵阳堂 怀念这位生命的得胜者 当我们有些家人可能会很担心说 为什么他怎么可以走呢 他不是四一八的种子吗 他不是神已经医治了他吗 为什么他还会走 那我记得我也跟他探讨过这个问题 我说你心中会抱怨什么 你会怀疑吗 那我真的听到他的回答说 不 我从来没有 我可能不明白神的旨意 但是我真的不抱怨 我知道神 他所有所允许的事情都是好的 所以我在这个过程的里面 也是看到他有很多的挣扎 但是他真的是守住他的口 他真的在灵界里面 我相信是一个真的得胜者 有时候我就问他说 为什么你可以爱神 爱到连命都不要 你为什么可以如此的疯狂 如此的像疯子一样 我很不解 然后他就很微笑地摸摸我的头 然后就说就是他对神的爱越来越深 我觉得我很不解 我也有一点生气 就觉得为什么上帝你明明可以 为什么你不做 然后我就问他这个问题 就说你不生气吗 你不会觉得不舒服吗 不会觉得对上帝有怨恨或者是愤怒吗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就是我从知道我生病的那一刻到现在 完全没有想要抱怨 也没有想要 也没有连那个念头都没有 就是他完完全全就是相信神的主权 然后相信神在他生命中要做的事情 是很棒的事情 即使他今天离开 他就一直在跟我讲这件事情 所以他就跟我讲说 不要被神冒犯 即使我离开了 我真的在怀疑是为什么神 你允许她受这么多的苦 为什么你允许这么上千的人来为她祷告 而你还是把她接回天家了 有一件事我知道 他说 I want to let the whole world know that Nicole lives up to her name she is an overcomer 一粒麦子的落下是更多美好故事的开始 追思会现场 由妮蔻牧师教导的iHub学生带领敬拜 诗歌中见证妮蔻牧师所打的美好一仗 尽管2018年罹患乳癌 2020得着医治 2021年在上帝的带领下 抱病回到台湾 分享施洗约翰的使命 鼓励台湾教会进入上帝的命定 我相信神使用施洗约翰来预备道路 very clear 在圣经里面 他的角色非常重要 在末世 我相信神不是用一个施洗约翰 我相信神是用一群施洗约翰来预备 这次预备的不是一个道路 这次预备的是神的居所 神要回到我们当中来居住 我自己感觉就是说 神在这个时候可能会很深 需要很深很深地做成华人当中的合一 神也透过以赛亚在那里 在新天新地里面继续问说 天是他的座位 地是他的脚的 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这一件事 对我们来说 对台湾来说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要预备 我们一起成为施洗约翰 我们一同有这样的心智 这个心智就是透过我们彼此相爱 彼此连结 彼此合一 成为一个家 成为一个彼此相爱的家 而在这个家里面 让神的荣耀 让神可以住在这个地方 而在这里他得到安息 我好盼望一知道台湾的家人 就开始进去明白了 我深深感受到神的同在 震合力在那里 所以我说时候到了 台湾果然是开始进入这个命定 追思会最后 由张启明长老吹响号角 就像圣经 铁撒罗尼加前书四章十六节提到 神的号角吹响 那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 愿神高摩在尼扣身上的恩高 也在你的身上 我想这是尼扣牧师 他最盼望看见到的 不是一个施洗约翰 是一群施洗约翰 改变这个世界 相信尼扣牧师 已经坐在荣耀的上帝身旁 预备着迎接复兴的到来 感谢观看